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急剧紧张升温 中国元首在通话当中 重点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两国元首通话 能否为因台海局势紧张的中美关系降温 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与挑战 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将如何管控竞争与分歧 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外交学院 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先生 做分析跟解读 首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最新情况 习近平应约同拜登通电话 通话在北京时间大约晚上8点半开始 维持约两小时17分 习近平在通话中指出 当前世界动荡和变革两种趋势持续延进 发展和安全两大赤字不断凸显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 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都期待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用 维护世界和平安全 促进全球发展繁荣 这是中美两个大国职责所在 习近平强调 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 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 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 会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产生误导 双方要保持各层级沟通 用好现有沟通渠道 推动双方合作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充满挑战 中美应该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保障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保持沟通 违背规律搞脱钩锻炼 无助于提振美国经济 也将使世界经济变得更加脆弱 习近平重点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方的政治承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 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 美方应该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拜登表示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 美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 也有利于各国人民 美方希望同中方保持畅通对话 增进相互了解 避免误解误判 拜登重申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也不会改变 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原则立场 两国元首认为 这次通话坦诚深入 同意保持联系 则成双方工作团队为此继续沟通合作 苏家你好 中美两国元首这次通话 持续了两个小时17分钟 刚刚我们也听到 习主席曾经表示说 从战略竞争的视角来看待 以及定义中美关系 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对手 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 以及对中国发展的误读 将会对两国的人民 以及国际社会带来一种误导 您如何来解读习主席的表态 对应该说 中美两国这次元首通话 是拜登上台以来 两年将近两年的时间 第五次通话 应该说两国的元首的通话 还是密度非常高的 那么可见中美两国 都非常重视两国关系的稳定 目前来看来 确实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非常大的问题 也就是无论是在台海地区的 这个局势的对抗 还是亚太地区的 这个双户之间的这个竞争 尤其是美方高度的压制中国 包括在全球战略上面 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的对手 甚至于是敌手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来 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 就是非常的严重 目前来看来 尤其在现在刚才小片里面 所谈到的 佩洛西可能要到台湾来进行创放 那么这样的话 使得中美两国非常敏感的 这个台湾问题上 可能会见解火花 导致中美两国之间 造成高度的紧张对抗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种 不可控的这么一种紧张的 这种摩擦和冲突 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中美两国之间严守通话 应该说 对于管控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 还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习近平主席 这次在通话当中的高调的强调 就是美国 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 甚至于是一种所谓的挑战 那么这是不符合 国际关系的这么一种现实 以及各国 世界各国 对中美两国的期望 但是确实现在 美国就是把中国定位为对手 和这个挑战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实际上和国际社会的现实 以及和我们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 是不一致的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意图 要挑战美国 要和美国争霸 这点应该是中国的外交非常明确 但是美方总是误解 误读 甚至于按中国角度来看 它是误判中国 那么这种误判 导致了现在中美关系的高度的紧张 同时也导致世界各国 对于中美关系这种紧张 而导致他们自身 世界各国也非常的难以处理 中美关系和在全球各种关系的这么一种稳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习近平再一次的强调 希望美方不要误解误读误判中国 应该说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来看 无论是中国 尤其是美国 那么只有这样 才能够真正承担起一个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这么一个大局的这种责任 所以习近平主席应该说这次呢 再次向美方高度的 从战略的高度 来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 那么做出这么一种表达 希望美方应该接受 中国方面的这么一种意愿 和这种表述 确实台湾问题也是这次 双方通话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我们也听到了 习主席再次强调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双方共同的政治承诺 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所以您如何来分析习主席在这个时候 又再次重申了中方在谈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 想要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应该说过去中美间原始通话的时候 美方已经做了各种表达 包括四个月以前 中美原始通话以后 那么美方当时已经做出表示 就是所谓的四部 一无意 这里面突出的强调了美方不支持台独 在这里上是中美间的一个底线 对中国来看这是一种红线 但是在这之后 美方实际上在无论是台湾问题上 还是在这个整个东亚的安全局势上 不断的还是在挑衅 尤其现在台湾问题上 可能由于佩洛西 现在炒作了可能要访问的话 导致现在中美关系在台海问题上 出现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习近平主席车子再一次强调 美方过去是他做着一个承诺 不当是要做承诺 而且在行动上 在实际上应该要把它实施 那么现在来看来确实美方之间 中美之间在这个台海问题上 现在确实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包括现在美国围绕着台海的周边 像前不久在台湾的北部 东海地区搞这个军机的这种演习 导致中美之间在空中 导致的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对抗 那么现在是美方在南海 也开始把他的这个航空母舰再次要回归南海 他的里根号的航母战斗群 又要进入南海 所以南北之间 确实在台海的南北 那么导致了这个中美之间 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对抗 而这个对抗呢 事实上导致了中美之间 在台海整个海峡两岸之间 那么中美这个对抗呢 实际上非常明显 由于这次可能的佩洛西的访问 会导致台湾本身导致一种 可能释放一种错误的信号 让台湾当局感知了美方的高调的支持 使得他自己呢 可能更加的致富 从而可能采取一些行动 来挑衅两岸的这种稳定和和平 甚至也可能会追求 台独的这个路上 更加的进一步的向前推动 因此这个角度来看呢 给台湾问题 确实造成非常大的严重的这种不确定性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习近平主席突出的强调台湾问题 那么实际上这是中美关系 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在目前来看呢 这个问题呢 一定是在中美关系当中 一个最典型的 甚至于可能是一个最具有爆炸性的火花 习主席还说到了 奉劝美方不要玩火自焚 这算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回应了 您如何来解读呢 确实是 应该说习近平主席这个话是非常重的 因为在前面就各种信息释放出来 佩洛西可能要去创访的时候 我们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已经有各种表示 也明确地说了中方会要采取严重的严厉的行动 来给予应对 那么美方要为此要承担责任 显然这个特别的访问 中方会有相应的这个比较明确的 甚至是非常明显的对美方的这个行动进行仿制 那么习近平主席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再次把这个东西做了定性 美方这样的做法是玩火 是在中美在台海之间的这么一个海沙两岸之间 会造成一个剧烈的中美的这个碰撞 是 我们也看到拜登在这次中美元首通话当中 也是再次重申了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那就是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会改变 他也不支持台湾独立 所以这次两国元首的通话 能否为当前紧张的局势讲闻 对 应该说拜登这个说的再次重申 这种不支持台独 但实际上我也注意到呢 在美方的新闻报道里面也提到过 美方还要反对当方面的改变台海的局势 那么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指走我们中国方面 如果是中国采取行动 维护自身的国家的主权 那么对台独的这个追求 采取一个仿制措施的话 那么他认为这是当方面改变行动 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完全是一种 从美国当方面为了维护他自己的霸权的利益 来做的界定 那么在我的观察来看呢 现在中美两国之间实际上在台海 有两岸的两个两岸的界定 一个是台海两岸 一个是太平洋两岸 现在美方的指动是台海两岸 他要在之外高度的操控台海两岸这个局面 但是我们中国认为 实际上还有太平洋两岸的和平稳定 才能够真正维护台海两岸的稳定 所以中美之间需要在战略层面上 在太平洋两岸之间承担起一种责任 来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只有这样才能在台海两岸之间形成的稳定的局面 但是目前来看呢 可能美方更多的重视的是台海两岸 而且他要建守所谓的护栏 在台海两岸不要插枪走火 但是中国角度来看呢 我们认为两岸之间的护栏 实际上根本要由太平洋两岸的战略性的护栏 才能够维护住 那么目前来看呢 在战略性的护栏问题上 中美之间还得需要花大力气来解决 那您认为通过这次对话 美国能不能够在台湾的问题上表现的言行一致 现在来看呢 过去一段时间 实际上美方是言行不一致 是 口头上说了一套 事实上做了一套 那么现在佩洛西 如果现在高调的炒作 他要访问的这事 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言行不一致的体现 那么对于中方来看呢 我们认为美方这种言行不一致的行为 实际上是导致台海高度紧张 乃至于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的根本的原因所在 所以现在习近平主席 这次通话里面不断地在这方面释放各种信息 希望美方要负起责任来 要言行一致的来处理好中美关系 那么这方面就希望美方看他怎么来应对 但目前来看呢 美方确实他也知道中美之间这个高度的紧张 对港岛导致碰撞的话 也不符合美国的这个利益 所以在这方面美国需要认真的访思 同时可能也需要适度地调整 他自身的这种政策 就在中美援手通话之前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就表示 拜登是想要确认 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通话渠道是保持畅通的 认为他们是需要沟通的 如何来解读美方的表态 对美方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高调强调 中美之间要建立护栏 那它的护栏呢就是一方面 当然是双方之间一旦出现碰撞 出现可能摩擦的时候呢 要及时的沟通 从而防止这种冲突升级 那么这个升级呢 可能相互之间这种沟通交流 乃至于在最高层级上的这么一种互动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美方的作严点是在于 通过这种高度的这种双方之间 这个高层次的这种互动 那么它防止低层次的冲突的升级 但是中国我们看到呢 是高层次的互动呢 需要高层次的互信 但你就需要在战略决策上 不要采取什么行动 来具体的在政治层面上 在战术层面上来采取行动 来挑动中美间的关系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 应该说中美双方 当然我们都需要有一种相互沟通的渠道 但这个沟通的渠道呢 是需要真正要解决问题 不是为了沟通而沟通 当然我的观察来看呢 美国之所以这次积极的主动要求对话 就是在于 由于美方的一系列的行动 包括佩洛西可能的要访问 那么已经是严重的刺激了中美关系 尤其台海问题上 可能会出现一个高度的紧张对抗 所以美方呢 又要刺激了中国 同时呢又要防止这个刺激 不要导致破局 因此美方呢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沟通 那么它防止这个中美之间 那么互相由于互相的不了解 乃至于互相之间不知道底细 从而导致这种破局 那么这次呢 美方积极的主动的对话呢 可能是在这方面 也给中国交一定的底 它既挑衅了中国 但同时它还是有一定的界限的 同时我们看到呢 当前全球的经济形势 依然是充满了挑战 中美元首时隔四个月 再次进行了通话 对于解决当前全球的各种危机来说 能发挥怎样积极的作用呢 对我们说中美关系 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关系 比方说前面 我们习近平主席提到了 要全球的发展倡议 全球的安全倡议 中国也希望在全球的 和平发展当中 要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 而这一点 中美两国也非常重要 一些共同的利益 和这种共同的基础 那么这次在中美通话里面 虽然我也注意到 习近平主席也特别强调 中美之间尤其是在中美两国的 经济关系问题上 中美两国的一些全球问题上 包括气候变化 包括能源问题 包括粮食问题 中美之间都需要 沟通交流对话 那么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 现在应该我注意到 美国现在刚通过了 所谓的这个 芯片加法案 科技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里面实际上 直接的针对中国 要进行高科技的 甚至是芯片产业上的 这么一个断供 和这种脱钩的这种方式 这实际上对中美经济关系 是非常不利的 但事实上 在芯片问题上 中国和相关的 这个国家和地区的 这个生产 是深度连接在一块 美国的一个做法 很难以达到它的效果 甚至跟美国自身 也会造成很大的经济的困难 现在美国经济现在非常麻烦 它的通胀非常严重 所以美国的做法实际上 对它自身的经济发展 也并不有利 因此即使在中美两国的 经济关系上 中美之间也得需要沟通交流 来自于也得一定程度上 习近平主席也强调了 中美在经济方面的合作 还是必要的 所以我觉得中美两国 实际上在全方面的问题上 需要相互之间 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来稳定 来发展两国间的这种关系 好 先谢谢苏浩先生的 点评和分析 前观话题稍后我们再来聊 下节新闻电视台带您关注 佩洛西可能访台的最新情况 相关话题稍后分析 又见 新闻电视台欢迎回来 美国媒体27号报道 美国国会首次有议员证实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邀请部分议员加入访台行程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已邀请一小部分国会议员 加入访台行程 其中包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正负两名主席 委员会副主席麦考尔 向媒体证实自己受邀 不过出于个人行程冲突 而拒绝了邀请 他同时建议佩洛西 注意军事行动 以免局势升级 麦考尔透露的这番消息 也是首次有官员明确证实 佩洛西的访台计划 媒体曝光行程 均拒绝确认有关消息 虽然拜登政府对佩洛西访台 持反对态度 但两党均有议员 支持佩洛西的举措 有民主党人则认为 不应该通过一系列 未经协调的动作 调整美国的对台政策 与此同时 美军也在制定相应计划 美联社引述知情官员消息指 如果佩洛西确定要访台 美军准备在印太地区 增加军事动作 包括调动战斗机 军舰侦察设备等 其他军事系统 为佩洛西乘坐的班机 及其在台逗留的时间 提供更严密的保护 国防部长奥斯汀透露 他已经向佩洛西 评估安保情况 直到目前 美国的国会 包括佩洛西的个人 都没有证实 会否访问台湾 但是有关佩洛西 该不该访问台湾的问题 华盛顿内部 似乎已经出现了分歧 所以现在究竟有 哪些不同的声音 对佩洛西的这个访问 实际上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就曾经炒作过 但是他后来战略性的阳性 那么就把这个访问 就把它停止了 但是当时的中方 一定是明确地做了表态 这样的访问 虽然是严重破坏中美关系 那么美方要承担这种责任 那么这一次 媒体里面这些炒作以后 中方也做了明确的表态 但尽管这样 看来现在佩洛西的这个访问 目前你看好像还没有确定 那么似乎美国国内里边的 行政部门和这个国会之间 好像一顿不一致 乃至于拜登才明确地表示过 说这个访问可能在军方 并不认为是一个好的方式 所以好像双方之间存在一些分歧 但是在我的观察来看 实际上美方的这个行政部门和国会 当然过去有很多的这个对立 甚至于是一种矛盾 乃至于在两党之间的党争当中 导致你一个党争的这种 显性化的这个政治撕裂 但是目前来看呢 由于国会还是以民主党作为多数党 佩洛西是民主党人 而拜登作为民主党的总统 实际上两国人 两个领导人之间都是同一个党 所以我的观察是在这个访台并上 实际上双方之间是有些沟通 有些协调的 甚至于某种程度上 我怀疑可能参与一种双方 也就是可能一个上黑脸 一个上白脸 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试探 那么中美间的关系 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可以进行有效的管控 同时呢 对于美方来看呢 当然它也留有一点余地 如果是这种管控 可能难以有效的这个限制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访问会终止 当然目前来看 各种信息释放呀 看到佩洛西的访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而且现在事实上 刚才小片里面也提到 美国的军方 甚至已经开始做一些准备 那么中国方面 实际上我们的媒体 也高调地表示了一种反对 那只有我们有不同的一些评估 甚至可以采取各种应对的措施 那这有的媒体说的应对的措施 非常的严重 但是现在来看呢 美方可能通过一段时间的评估以后呢 给我的感觉是 这种访问可能很难以终止 所以现在更多的需要考虑的是 这种访问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 怎么样的问题 而导致中美之间严重的受到关系的破坏 现在来看是不是美国也有一点骑虎难下 如果佩洛西不去台湾 那意味着华盛顿可能是受到了来自北京方面的压力 迫使他不去 如果说佩洛西去了 那无疑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最大的一次挑战 所以他现在究竟该如何选择 究竟是去还是不去 特别是在中美援手通话之后 他该不该去 当然实际上美方这次佩洛西的安排去首位的创访呀 应该说之前有非常充分的评估的 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 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乃至中方会怎么应对 那么美方都会做了很好的评估 而且在这个评估之下 他现在还是做出这个决定 准备要去的话 应该说他是做好了相当的准备的 所以虽然可能一定程度上 现在与行政和立法部门的这个表态的不一致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骑虎难下 但是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 对于美方来看已经有了一定之规 他的安排应该说 按照他自己的步骤 那么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但是整体来看 我想这次访问可能会给中美关系 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在这点上 美方可能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您刚刚也说到 其实美方已经做了相应的风险的评估 如果佩洛西执意要访问台湾 可能会面临怎样的风险 是啊 这次佩洛西的访问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 一个破坏中美关系的行为 我们知道佩洛西在美国的政治领导层次里边 他排名第三 对 仅次于他的副总统之下的总统的候选的人 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他就可能作为第二位排名第二位的 承担总统责任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 这种人物访问台湾 应该说确实给中美关系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我们知道在25年之前 当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也曾经访问过台湾 但当时是柯林顿政府时期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那么那个时候的众议院呢是共和党主持 然后总统是民主党 所以实际上是两党党争的一个结果 那么共和党为了压制民主党 那么采取这么一个行动 给柯林顿政府制造麻烦 当然这一次不一样 因为双方都是民主党 而且双方之间的沟通非常的通畅 另外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炒作过一段时间了 在这个前提之下还要进行访问 显然美方就是刻意而为之 要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 因为现在美方明确地看到 台湾问题是有效地跳动中美关系的一个 一张杠杆 同时要试图要把台湾 嵌入到美国所建过一套 印太的所谓战略框架里面去 从而让中国在追求统一的这么一个问题上 制造非常大的麻烦 这里这样的意图美方是非常明确的 当然对于中方来看 我们在这个处理台湾问题上 我们有我们的一定之规 美国的行动 是否真正能够根本上改变台湾问题 我认为这点上做不到 因为台湾问题的真正的把握 是由我们中国自己来决定 实施以中国人民来决定 整个中国的两岸的统一的问题 由我们中国自己来把握这个节奏 在必要的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采取行动 什么时候来解决问题 实际上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不是由美方来决定 但是我们刚刚在新闻小片当中也有说到 如果佩洛西真的访问台湾 美国将会加大在印太地区的一个军事的活动 来对佩洛西提供一个安全上的保障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制呢 对 确实美方是要做出一种所谓的护栏 也就是说佩洛西的访问 可能他需要在军事上防止中方 以高度的严重的军事手段来给予防治 因此他无论是在台湾的北部 还现在在南海 那么做出一定的军事部署 甚至有可能他要进行所谓的军机的护航 那么来保证佩洛西的一个安全的访问 但是我想这个访问当然是阶段性的 可能保证这个访问的不要出现大麻烦 但是对于中国来看 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访问的这个时刻 我们要采取反对的措施 我们要采取反制的措施 同时可能在那之后 我觉得中美之间在台湾媒体上的这个性质 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应该要采取一定的行动 过去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克制 同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还有一种中美间的这么一种默契 在处理台湾媒体在军事上 但是现在来看中国通过这次访问 我们会有心理一些举动 在中美在台海媒体上的军事之间这种关系 可能会发生重要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可能在长期的来看 对于中美在台湾媒体上的这么一种格局 就会发生一种变化 这点上我想美方要为此承担责任 您刚刚也说到 其实现在就佩洛西可能会访问台湾这件事情 华盛顿内部也是存在分歧的 所以佩洛西一意孤行地想要访问台湾 她究竟代表的是谁的立场 当然对于佩洛西来说 有她自己个人的利益 有她的党派的利益 也有现在美国本身 现在马上要面临中期选举的需要 那么从佩洛西来说 我们知道这位老太太 这位82岁的老太太 可能她应该作为一个民主党的国会的议长 可能是最后一年 应该说中期选举之后 她可能就要下来 她想留下一些政治遗产 她可能想留下一个自己高光的时刻 所谓的非常留下历史的印记 从这个角度来看 有她自己个人的利益的需求 那么同时 现在两党 可能现在在中期选举当中 民主党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低潮 拜登现在民调的支持力并不高 尤其现在中期选举当中 共和党高调的反对民主党的一些做法 包括对拜登的一些做法 实际上也采取否定的一个态度 特别是特朗普可能要准备参选 甚至还有共和党的很多的议员 对于这一次佩洛西的访问 可能也不断地在创夺 不断地在刺激 所以应该说 在这个状况之下 对于民主党来说 她已经是上架了 不往前走了 所以这个走对于民主党 对于佩洛西来说 都是可能要 必须要采取的一步 好 非常感谢宗豪先生的电影评和分析 谢谢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